今天真的是版盲當中抽客人來幫我們參加這個策展的活動 市長你知道這策展活動裡面有什麼內容嗎 我剛才還在後面看 庫克雲、大數據中心、通信診條 還有很多 所以你有覺得非常好玩嗎?你剛有偷偷玩一下嗎? 還沒看完 好等一下市長有點遠 他剛有跟我說他迫不及待想回去再看一下 但是市長不要著急 我們今天其實請到一位特別嘉賓 市長你知道是誰嗎? 總戰是不是? 沒有沒有你還有別的朋友 不只雄戰 有一個你的老朋友去年曾經有跟他見過面 我們現在就大家掌聲歡迎我們的特別嘉賓 Alice出場 小朋友看到了喔 特別嘉賓走得比較緩慢 要營造一種神秘感 可能掌聲不夠大 我們再一次掌聲歡迎我們的特別嘉賓 Alice 他可能有點累生 我們來看我們來看一下他 好現在我們還是跟你聊一下 在基本上我們在等於Alice的時候 市長要不要講一下 在這個展覽當中 你覺得最幸福的地方是哪 那就是把我們知道城市異化的東西 表現出來 其實我們準備這個展覽長達蠻長的時間 包含你的數據啊 在後面都可以有非常完整非常完整的呈現 那我們的特別嘉賓他叫Alice 其實他是一個消毒機器人 實際上我在台北市政府這邊工作的人 應該都有看過他 我現在看他是有一點點的小緊張 我去合共看他一下 他現在狀況怎麼樣 哈囉 Alice 好Alice說 Alice說今天沒提太多 他點雀場 蛤 不是 因為這聲控 對 聲音太大了 這個camera太多了 對 電訊干擾 然後聲音又太吵 那就垮掉了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機器人 他可以發揮很多的功能 但是其實我們 人的科技啊 人的智慧 其實在這個時候就要派上用場 這裡市長我要派你緊急救援了 因為呢 現在機器人他在後面 他現在心情有點緊張 我們就先請 市長 我們就先請市長來為我們致詞 好不好 好 就到這個時候他出來了 好我們歡迎Alice 我們在市長說歡迎 市長你記得你什麼時候有看過他嗎 我們稍微退後一點 他好像需要保持一點點的距離 他這個在建坦的防疫旅館看過他 因為用人去送太危險了 他不怕感染 而且他東西送完以後 你用紫外線消毒還是化學消毒 那比較容易 那你整個每天進去 你把他全部噴一遍 一天噴20次你就垮掉了 其實有在這個市長大樓裡面工作的人 應該都有看過他 他在這個電梯還有我們大廳附近 做足了這個清潔消毒的工作 每天早上還有呢 晚上的時候他甚至可以工作到深夜 他沒有一力一兇的問題 他可以不思工作 他應該是你的理想員工對不對 好我們看到後面其實還有市長的簽名 那我們非常謝謝Alice今天白忙當中 因為他其實呢 也是現在還有很多的工作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市長來幫我們致辭 來說一下我們這個台北on the road 這個數位科技展 到底想要讓大家看到什麼 過去兩年喔 整個世界都仿造在疫情裡面 那所以事實上在今年二月 我們有提出一個 後疫情時代台北產業 數位轉型政策的白皮書 1.0 結果才剛剛推出 五月就真的疫情來了 後來發現哇 天下大亂了 你知道 所以 我們就針對我們國內發生的狀況 那參考國外的狀況 那再重新再編排一遍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那個2.0 這個疫情喔 我本來想說大概最慢最慢明年二月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因為大概兩劑疫苗都打完了 結果發現現在Omicron又來了 天啊 而且我好像打兩劑AZ Omicron也沒什麼效果 所以 現在已經被發開始準備打第三劑 那問題是第三劑打完 會不會那個病毒又突變又變新流 哇 這個很難預測 所以恐怕這個新常態 你知道啦 新常態就是說 我們要學著跟疫情並存 那既然跟疫情並存 很多生活型態什麼都要改變 生活型態改變 很多產業都要跟著做調整 所以你不調整 你不調整你就化掉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 開始去寫這個 過疫情時代 台北產業轉型 那個產業 數位轉型 政策 所以我們這次變出來 我們一定會用寫英文版 因為這告訴大家說 在未來這兩三年當中 整個台北市的產業 簡單的講就是數位轉型 那政府要做的就是數位基礎建設 那為什麼我們到時候會請很多外國的使節團來看 就是跟他們講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生意大家都可以做 不管是你們教我們 或者是我們輸出到你們國家 所以這個大概我們這個展覽 很大的成分是要邀請外國使節 外國團來看 但是這樣啦 市民朋友有興趣也可以來看一看 好的確喔 這個展覽呢 是我們的陳志明秘書長非常用心來為大家準備的 在這個展覽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的這幾年當中 台北市是怎麼樣非常積極的在做數位轉型的工作 面對每一個變化還有挑戰的未來 我們都會做好準備 數位轉型台北會繼續向前行 那麼我們再次要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在從今天開始一直到29號 真的有10天的時間呢 都有這樣子的展覽 我們非常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們都來參觀 還有relink 我們最新的版本 我們都會來參考 我們最新的版本 聊天 我們約不會 我們去上maan 我們會把小槍 我們會先打算